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个大众VAJOBD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一部分的大众奥迪四代车辆读取防盗数据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读取出来也就没办法做钥匙 这其中还包括MQB的一些车辆 那么我们呢当数据没有办法读取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切换到可以使用VJOBD这个软件 那么好我们现在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插上VJOBD 好我们现在读取车辆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车辆信息也读出来了 功率等级也读出来了 功率等级也读出来了 这里面正在读发动机电脑的型号 一些全部都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在线计算防盗数据 好我们开始点击在线计算 好 这个在线的防盗数据已经被计算出来 我们点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个数据是可以被用在VVDI上面的 我们把它拷购出来 我们把它拷购出来 拷购出来 拷购出来 好 这个数据拷购出来 当拷购出来之后我们怎么使用呢 我们再进到VVDI里面 在要是学习的要是学习里面 我们切换到VVDI里面 就是加载我们刚才读出来的这个防盗数据 好 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去生成经销商钥匙 生成完经销商钥匙以后 我们再进行学习 就是Next进行学习就OK了